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已经都有了长逐的进步 叫板一些弱势的核子品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个车配置非常高 大家可以看一眼 这种智能钥匙 无钥匙进入 一键启动 虽然是个手动挡 有巡航定速 天窗真皮 你能想到的东西几乎都有 17年5月份上牌 本地一手车才跑了4万多公里 现在的价格5万多一点 这车当时裸车9万多 上完牌子将近10万的样子 不到4年 基本一半没了 所以咱们现在自足品牌保值率 确实不如合资品牌 但是二手车来说 性价比相对来说就比较高了 因为我们做过调查 折价是有规律的 一般第一任车主赔的是最多的 所以买这样的车 如果你能接受手动挡 你能接受自足品牌 这车子还是相当不错的 该有的都有了 外观也比较大气 你想一想 如果这一台车是个合资品牌 换个丰田本田的标注 那么这个车至少也得卖 178甚至20 新车便宜 二手的更便宜 性价比超高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车比较漂亮的外观一样 它的内饰也是挺出彩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种三幅式的方向盘 然后整体的风格 天窗 真皮 缝线工艺 大孔工艺 咱们这种做的好的自足品牌 现在也不差 我们来看一看这车的配置 智能钥匙 无钥匙进入 一键启动 多功能方向盘 这边是蓝牙电话 这边是巡航定速 有巡航定速 再看这边 电动门窗 电动后视镜 大灯高碍可调 还有车载的多媒体系统 可以连接互联网 多媒体 导航 倒影 这个车 车主自己还升级了这种行车记录仪 该有的都有 无挡手动 1.8的自吸发动机 功力储备够 自动的空调 做工和内饰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摸起来虽然是塑料 但是看起来做工还是不错的 这个扶手箱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看 毕竟本地的一手车 背座 点印器 还有这种USB的接口 一音俱全 咱们自作品牌在细节方面 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远景X6的后排空间非常宽敞 西部空间2204指 头部空间1204指 足够宽敞 做两个人没问题 三个人也可以接受 后空调出风口 对不起 没有 中央出手也没有 毕竟这个级别 但是背座啥的都有 做工还算是挺细致 这种拉丝工艺的 显得挺有质感 毕竟这个车才不到4岁 跑了4万公里 橙色很新 车尾X6设计的也挺大气 吉利当时是靠模仿夏立起家的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通过积累 完成了这种模仿到超越的过程 大家可以看一眼 倒车影像 倒车雷达 一应俱全 然后后排的空间 也带隐私帘 备胎工具 整整齐齐都在这 后排座椅折叠放倒 也有隐私遮阳两 不差 价格便宜亮有足 喜欢自主品牌的朋友 可以来看一下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时间就到这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喊汽车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遇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